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呢是小珍测评的下集 这一集的测评呢 就是集中于大家非常感兴趣的链纸器 这个一米以下了 八十啊七十啊各种长度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测评吧 这一集放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音色就是和三强的音色一模一样 然后这一台呢是我们今天其他的所有的清调的都是低调 但唯独这一台它没有办法调到低调 它调到低调的音就会特别松就没有办法听了 所以现在是它是一个异调 而且大家就是可以看到它这个低调 就是它明明音高了但是它的针马会往那边走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台琴它就是你在调的时候 如果你按照正常的弦去摆 它就没有按照办法正常的音高这样一点低下去 所以我们就想了半天就只能把它调成这样才能让它维持一个阴沉关系 是的我觉得这个呢是它的一个缺点吧 这个这台琴的优点应该就是小 对 然后就是弦剧其实我觉得就是相对 弦剧挺正常的 这一台的弦剧反而是个大声是唱过的 对它其实我作为一个练史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对可以的 而且它的这个琴马的话就是它是配套的小琴的琴马 就专门做的不需要用大琴的 对 基本上就是这样 在这个琴马中之间的看法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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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